我们继续来观看一下 在我们大数据分析里面 如何实现用Power BI 实现大数据分析这件事情 那首先 首先我们当第一件事情 要打开Power BI 打开Power BI这个desktop软体呢 在你的桌面上 你可以快速点两下 然后接下来呢 你开启完Power BI是长这个样子 接下来 如果说你今天看到 不是这样一个画面 你一定要赶快跟我讲 因为它会有一个起始画面 起始画面 右上角可以关掉的 那我们接下来 首先你先认识一下 Power BI这个软体 最上面 最上面是不是有看到 Power BI这套软体的名称 然后功能区 功能区在这边 它的功能区很简单 只有档案 常用 检查表 检查表就是view 就是检视功能表 模型 说明 说明 档案 检视 我觉得这三个功能标签 你应该都蛮熟悉的 至少加减你可以学会 那常用跟模型就很难咯 常用里面 我只有最右边这个发型不会教 其他都会教 可以吗 常用 而且我建议各位 现在就先把我们的视觉化报表的主题切换一下 例如说请点常用底下的切换主题 请切成高阶主管 或者是其他什么更多布景主题里面的高对比 因为我们重点是要视觉化 所以用一种配色原则 什么配色原则 他已经花钱请人设好了一个比较好的布景主题 你就直接套用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现在我先选那个与众不同好了 就跟大家不一样的 或者是 好 我还是用高阶主管 因为我每次上课我都会喜欢讲那个高阶主管 再来 这是功能标签 功能 功能 然后左边这边第一个叫报告 这边有三个 报告 资料 还有模型 这三个都非常重要 等一下会分别展示给你们看 那这就是我们实际画图的区域 你会觉得画图区域好小 那是因为我们这边可以缩小 缩小 缩小 你这样子画图区域是不是就变大了 好 那我还是先把它打开来 那首先 首先做画图区的右边是不是一个筛选 你只要记住筛选 这边叫视觉效果 这边叫栏位 什么叫栏位 栏位就是像我们打开Excel这个档案 这张资料表上面是不是会有栏位名称 资料表的栏位名称就放在这边 可以 好 那我们取得资料之后再跟你讲什么叫栏位 可是你在这个地方大概它分几个区域 第一个区域是功能区 功能区在最上面 这个是一些特殊的命令 特殊的命令 或者是你把它当作是那个一般工具列 一般工具列 这边只有三个 一个是报告 第二个是资料 第三个是模型 再来这边是画图区 然后分别有筛选 先把筛选缩小 因为筛选很后面才会讲到 视觉效果 视觉效果 栏位 好 所以其实这套软体复杂度不是很复杂 你现在可能第一个会问的是 这边是不是有画直条图 折线图 散步图 圆形图 树状图 树状图有看到 还有地图 卡片 资料表 可以吗 我重点是要讲 它可不可以结合R 可以 它可不可以结合Python 可以 可以了解吗 应该都没有 应该都没有很大的问题 好 然后接下来有问语达新东人 还有那个 ARC GIS地图 还有这个 其他的那个 Marketplace里面的app 可以套用进来 好 那 总而言之 这里面有蛮多蛮多功能的 对不对 那你觉得 能不能再增加更多种什么染色体图 或者是直方图 histogram 好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点点点 请问点点点是什么意思 点点点是不是更多 更多嘛 你的手机不是右上角 不是都会有点点点 那个点点点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直接到微软公司的商店去选购 目前也是免费的 这样可以了解吗 所以它直接坐在这边 从Marketplace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边我也会到时候跟你分享 虽然目前是免费 免费你就可以使用 但是 它有一个限制 你必须要是会员 这样了解 所以到时候也是我下载给你们使用 好 那 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们就先从 先从取得资料开始 跟各位分享 取得资料 你就要跟着我 照着我来去做 我刚是不是从网络上下载了一个叫做超市范例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资料取得进来 那超市范例呢 不可以是一个几百笔的资料 至少 至少我觉得也要有一万笔才够看 好 就是说 就是说 我选择 因为是上课的关系 你如果选择了一个两百笔的记录 你说要交大数据 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吗 所以我找了一个超市范例 一万笔 然后里面它有横跨四年的订单资料 一个超市超市它的所有的订单资料 好 有四年 然后有一万笔的内容 一万笔的订单在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第一件事情要做的 就是常用底下的取得资料 这是所有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一定是这一个 为什么 你看前面是不是都是 我们所有会用到的功能 一定是常用这个会最先用到 然后你看前面都是剪贴布 都是灰色 代表说我们现在暂时还不能使用 所以现在是不是只能使用取得资料 点选取得资料 你有没有发现取得资料 第一个一定放的是微软公司的Excel 但事实上你去看其他软体 第一个功能绝对不会放Excel 而且也不会有不需要Excel 为什么我们所有做大数据分析 几乎都是纯层 CSV文字党 PXT或JSON 可以吗 大部分都是这一种档案格式 尤其是JSON 这都是有原因的 那你有可能会结合 结合我们稍微先看一下 哪些 所以我把其他打开给你看 取得资料里面有可能会取得什么资料呢 有可能取得档案型的资料 档案型资料像JSON 或资料夹都可以 然后呢 这边是不是有可能取得资料库 你所知道的会使用到的资料库 这边全部都有 全部都有 甚至还有Azure微软公司的云端服务 像Amazon有听过 Google公司有Google公司的云端服务 可以了解吗 那微软公司这边的云端服务 它叫Azure 请问这边有没有Amazon 这边就不提供了 听得懂吗 还有我再告诉各位 你刚刚下载下来的软体能不能执行 Power BI的执行程式 安装程式 能不能在Mac机器上面来去安装 答案是不行 它就是不出Mac版 这样可以了解 反正要不你就不要用我们这微软公司的免费软体 这是它的一个策略 好 接下来还有线上服务 你看线上服务这边 有没有看到什么GA 脸书 领音 可以吗 好 那这些都是在国外还蛮有名的一些社群 社群 好 其他 其他 你看其他里面我想特别跟讲就是Web Web 你如果说开放资料 它给你是一个网址 你可以直接输入网址 好了 我现在要跟你讲的是 我给各位的是一个Excel的档案 所以点选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的Excel 好 请点取得资料的Excel 跟着一起做 要请点1 请点取得资料 产用底下的取得资料 2 请点Excel 然后接下来刚刚我是不是 它现在就是一个开启旧档的一个四川 然后我刚刚的档案是不是放在下载里面 因为我选择的副档名是Excel 这个格式 所以这边就会出现超市范例 所以请点超市范例 然后点选开启 这样我就可以把超市范例这个档案叫出来了 然后接下来你有没有发现 超市范例里面是不是有订单退货销售人员 请勾选订单 那你一定会说 我这时候可不可以同时勾选退货跟销售人员 可以 可以 当然也可以 而后 例如说三天后我们再开退货这张资料表 就在勾退货 可以吗 不用同时把所有的资料表叫进来 这跟以色亚不一样 你可以分时取得档案 可以吗 真的你到时候一定会被很多人询问 Power BI跟Excel到底差在什么地方 这边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别了 你需要才把它叫进来 好 接下来我们下午再叫退货 这样知道吗 我们上午不叫退货 好 请勾选订单 订单打勾之后 你看一下右边 这样子的内容是不是属于资料正常的内容 什么叫资料不正常 举例来说假设当你看到乱码 乱码就是不正常 对不对 现在是不是都蛮正常 繁体中文就是繁体中文 英文就是英文 数字就是数字 所以这边我们就直接点什么 载入这个按钮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它是视觉化的工具 所以这边你有没有看到黄色 有看到黄色 代表你操作完毕了 下一步要按下一个黄色的引导 有听懂吗 这也是一个软体的特色 好 点选 载入 你要记住 未来很多软体都是这样学的 不要刻意去上面找 直接在这张资料表里面 透过色彩的引导 方便你去输入 接下来呢 它说右边 右边栏位里面 有没有看到 有一张资料表叫做订单 然后相关的栏位都在这里了 没问题哦 好 这样子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我们已经成功的把资料 叫进来了 恭喜各位 请问有没有都坐到这边 我们接下来就来观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时候 左边是不是有一个报告 现在我们还没有画任何的视觉效果 它是空的 可是你至少可以看一下资料 这不就像以色列吗 对不对 当你点了最左边这个资料 它就告诉你这个蓝 标题列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这一栏的一列一列就是记录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个叫模型 模型你这边应该就只会看到什么 模型这边就看到一个资料表 因为我确实只有一张订单资料表 可以了解哦 到时候我们下午再把退货这张资料表叫进来 请问一下 你现在会不会把退货这张资料表叫进来 会 因为做法跟刚刚是一模一样 只是你要勾的不是订单的 是勾什么 退货 可以吗 就只有差别在这边 好 那我暂时不做这件事 因为下午再教你们这件事 但是它应用真的都是一样的 好了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当你今天拿到资料 当你今天拿到资料 请问你到底要分析什么 我现在给你看到资料了吗 你看你现在拿到资料了 请问拿到资料容不容易 容易吧 因为你们手上一定都有各式各样 那个民众相关与业务的资料 对不对 就像医生 例如说神经内科医生 能不能拿到病患 脑中风病患的资料 可以啊 可是拿到资料之后呢 拿到资料之后 他会想要分析知道这个资料 对不对 还有他会希望说 跟别的神经内科医生的资料合并 这些病患资料合并 对不对 然后再做更大的分析 可以吗 那你现在拿到资料了 拿到资料 你觉得下一件事情 是不是要知道说 怎么做分析 怎么做分析 这件事情重点重要 很重要嘛 好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这里面 这里面有好多好多资料 有纸类别资料 就订单里面有纸类别资料 地区资料 行ID资料 行ID其实不应该是数字资料 你有没有发现他前面 前面有一个c个码 就代表是数字资料 好 利润 利润是数字资料 没问题 折扣 程式 反正他有好多好多资料 好 甚至还有日期资料 有看到吗 日期 订单日期 搭货日期 还有什么数量 好 那简单说这里面我们依照类型可以区分 他有文字类型资料 他有数字类型资料 他有日期类型资料 日期类型其实也是文字的资料 好 那请问一下 我们到底要分析什么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去思考一下 我是不是可以从文字类型里面取一个 取一个栏位 搭配一个数字类型 取一个资料 然后来去做分析 因为通常我们分析资料 我们是在分析数字还是类别 当然是数值 对不对 通常我们在做资料分析一定都是做跟数值有关系的分析 你们说对不对 对 例如说我们会想要知道说销售额 总销售额是多少 对吧 当然有可能你也想要知道 总共我们签设到的产品有几种 对吧 可是你不管怎么样分析 你都是围绕在一个数值的内容来做分析 所以在这边能不能看到有数量交售额 还有什么 还有利润 有利润折扣 这边是不是有四个 四个数值 可以吗 那还有几个文字 还有几个文字 十六个文字类型的栏位 请问一下 有时候我们会不会想要分析说 那个各城市的销售额分析 然后算一算前十个十大城市是哪十大 有听懂 所以我们是不是城市就是在那个文字类型里面取一个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再搭配什么 数字取一个 对吧 销售额 那请问一下 我分析完 我分析完各城市销售 我可不可以分析各城市利润 听得懂吗 可不可以分析各城市的销售数量 可以吧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这样你可以做多少分析 请问它是不是排列组合的组合问题 对不对 好 你说 你把这个答案是多少 六十次 你国中的时候不知道这件事情 你不知道这个答案等于多少的话 你的人生是灰色的 天天被打 听得懂吗 我国中就是这样被打出来的 可是不管怎么样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你再做大数据分析 我拿到这个资料 我可以分析 不止这些 有没有可能 我画散布图 散布图我就要两个数值的资料 对不对 比如说各城市的销售跟利润散布图 关系 然后画趋势线 这应该是以上 你也知道 所以有可能这边会取两个 所以要这一个相乘 再加C16取1 乘C4取2 对不对 依此类推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好 那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你这样最后就算出来等于多少 是不是很多种算法 很多张四句话报表 所以请问一下 你在这个地方 你在这个地方 我们有那么多种算法 是不是每一种算法都要算出来 然后给老板看 然后再跟老板讲说 老板这就是所有的报表 那你至少至少我现在全部都算完了 没有功劳有苦劳 请老板慢慢看 你觉得你的老板有那么多时间 看一百多张报表吗 不可能吗 你也不可能是这样分析的 所以请问一下 你在这边分析的时候 请你 我觉得有几个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 第一个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要分析什么 干脆问你的老板 问他 你最想要看什么 假设你今天要分析这个资料 你觉得老板最想要看什么资料 老板最喜欢看那四个数字类型 四个数字类型 你觉得老板最想要看哪一个 是利润还是折扣 还是数量 还是销售额 你觉得老板最想要看什么资料 销售额 那你不太适合做老板 真的 这四个资料 你觉得老板最关心 最想要看的是什么 利润 为什么 没有什么 为什么 等你做老板 你就知道了 我到底 我卖出去 我可以得到多少钱 他还不知道 对不对 可是这边既然以利润都有了 他当然想要知道说 我到底赚多少钱 可以了解吗 好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去做老板 你就会知道这件事了 有听得懂我的意思 也就是说 我现在拿了一大堆资料 我就先有一个结果 在这个地方 老板最想要知道的事情 你做给他看 那你觉得 你是不是贴近 贴近老板的心 了解吗 你一直告诉他说 我们公司的销售数量是多少 老板会越听越生气 有听得懂我的意思 好 可是如果说 你的老板是 申管部门的经理 他在意的是 他的库存数量 对不对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 你要是一直做利润给他看 他就会觉得说 你做错方向了 所以你要知道 老板想看什么 报表 你再去做 那再来就是 你知道这里面有哪些数字 然后老板想看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一件事 就是当你今天拿到资料 你的outcome 你预期希望做的分析是什么 好了 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基本观念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件事 到底这些资料告诉我们说 我们每一年的利润情形 可以了解吗 各年利润的表现 所以我现在要教你话 第一张图了 各年利润表现 请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您现在的四双是长这个样子 如果您现在四双长这个样子 我建议你先把这个筛选 先缩小好不好 筛选缩小 因为筛选我们暂时讲不到 可是视觉效果不能缩小 栏位不能缩小 因为我们分比要讲到这件事 好 来 请你们看一下 我这边 我这里面 我这里面是我要画图的 画图的地方 叫做报告 就是这个报告 然后现在在第一页 第一页 那我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各年利润 统计分析 所以我可以快速点两下 各年 利润 统计 就快速点两下 把这张工作表给予一个名称 例如说我现在叫各年利润统计 然后接下来 在空白的这个报告的内容里面 点一下 为什么要点一下 因为有些人他不点 到时候如果说你本来这边有一张 视觉效果就会被取代掉 好 空白地方点一下 报告空白地方点一下 接下来这里面是有非常多种视觉效果 这边非常多种视觉效果 所以我们要点什么 我先讲群组直挑图 群组直挑图 所以请点群组直挑图 请问群组直挑图 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是轴 轴是什么 轴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个x轴 因为一张统计图里面一定会有水平轴 就是叫x轴 也就是这边显示的轴 接下来还会有什么 还会有y轴 y轴是不是叫做直 可以吗 y轴一定在统直挑图 在直挑图里面 y轴就是直 当然还有图力了 好 所以请问一下 我要做的是各年利润统计 既然是各年利润统计 所以请问你 我的轴是不是年 对不对 对 好 那 请问一下我们的资料里面 哪一个里面有年 订单日期有年 发货日期有年 可是在这个地方 你在做那个大数据分析的时候 你到时候要清楚的交代 我的计算依据是依据什么 依据年 依据订单的年 还是发货的年 因为这有不一样的一个计算的时间点 请问是订单在先才会有出货 对不对 对吧 那当然你接算利润的话 谁更接近利润 当是发货日期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 你告诉别人说 我是以订单日期来去做利润分析 也是可以的 因为别人这边就会想说 其实在这个地方 还有一些真实 真实就是说 可能还没有变成真实利润 但是也被你算进来 好 不过不管怎么样 你只是交代一件事 就是说 我们我现在所做的这个统计分析 是以订单日期来做计算依据 好 点选订单日期 点选订单日期 里面是不是就会有年 可以吗 那你会说 我点了这个订单日期 这边前面是不是有一个小方块 我打勾 它会自动帮我放到轴里面 记住哦 如果你画的是直条图 它第一个你勾选的 第一个你勾选的类别 一定是放在轴里面 因为只有轴可以放文字类别 直条图里面 只有轴可以放文字类别 对不对 这样听得懂了 就算说你先勾了直 比如说你勾了利润 它也会放在直那边 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文字类别 可以吗 文字类别才可以放在轴 那请问你 我的直 我的直要放什么 是不是利润 是不是利润 利润在上面 请把利润直接打勾 这都是电脑会自动帮你判断的 所以这边 它就会把你勾选的第一个 你勾选的值 就 例如说利润 它就直接放在直里面 可以吗 可以吗 你们要做出来这一张图 请问这一张图 以色要做得到做不到 当然做得到 对不对 你不要到时候把以色要忘记了 好 忘记 忘记 只要时间够长 一定做得到 听得懂吗 要忘记一个人 只要时间够长 我不是在教电脑 在教哲学 好 请问 请问一下 我现在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四张图 四个动作 四个动作 空白的地方点一下 第二个点这个 第三个点 应当日期 第四个点 利润 我是不是就做出来一张图了 对不对 有听懂 好 大概我们所有的过程 四到五个动作 你就完成了操作 因为大数据分析 这边有很重要 很重要的技术 全部都埋在里面 好 我接下来要教你的是 我接下来要教你的是 自动分析 这就以色要做不到 好 请问一下 这张图 这张图我们去讲解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讲说 怎么报告 我先展示一次 然后接下来 我可能就会请 他没有提供给我名单 就是我会请同学 跟我有互动 我们都已经在教互动式 报表的教学 你可能要学的东西 其实其中还包含 如何把这个报表的资讯 报告出来给别人听 可以吗 好 我先打一个样本给你看 好 我们可以从各年利润统计 可以看到 每年至少都有 都有0.3个百万以上 而且 而且 而且呢 而且 2013年 2013年 是 3 是 0.4个百万 到了 2016年 可以高达 0.7个百万 然后呢 它是 逐渐增加 可以吗 逐渐增加 逐年增加 没问题吧 这些都是我可以从这张报表上面看的 那你会说 要不要去 真的报告出来 多少 没关系 你邮标移过来 不是告诉你了吗 但是你在报告的时候 不是要去念那个 什么个位数 百位数 十位数 而是告诉别人 我刚刚讲的这些 这些像趋势 或者最小 2013年最小 2016年最大 可以吗 好了 那请问一下 假设现在 现在我做出这张报表 是因为 我现在的时间 应该是2017年的1月 对吧 你是不是就已经直接把这报表 在第一时间 元旦的时候 你只需要花三秒钟 你这个统计资料就全部做完了 三秒钟 你的统计资料就做完了 请问你可不可以在1月 假设2号是要上班的 就直接报告 这个各年的统计利润分析 可以 可以吗 现在是2017年的1月2号 你在报告 请问你觉得老板关心的是什么事情 可是我就报告到这边 好会议结束 不是吧 这个时候老板关心什么事情 2016年成长 成长的比例是多少 他关不关心 关心吧 所以你是不是要开始用以下来去算 至少算出来这件事 对不对 这个会不会算 会吧 会 你不要忘记以下 在这边不用算 他直接告诉你 好 请问 这边获利 他是有上升 上升的比例是多少 假设你知道 还有呢 老板想要知道什么 还想知道什么 还是结束了 报告结束 我不要告诉老板 当然不行 这样子的结束报告 是不是好像感觉 你根本就没有做完统计分析 老板这时候会不会想要知道说 那到底是什么客户 创造出来利润最多 什么产品 什么产品 对吧 获利最多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这些您都不用再算了 他都帮你算完了 有听懂吗 我们现在就要做这件事了 这叫自动分析 你看哦 你只是先做完这张很基本的报表 滑鼠右键 请问是不是点2016年 当然是 2016年 用滑鼠右键点2016年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分析 请问这边是不是说明增加的情形 有看到吗 有没有可能前面一年是比较高 2016年比较低 他这边就会变成说明减少的情形 可以吗 好 点下去 说明增加的情形 正在执行分析 好 然后 接下来你可能会看到的是什么 因为我这边视窗就被缩小了 这个 这个不是我们现在的资料 这只是一个问号的说明 知道吗 请先把它关掉 怎么关 空白地方点一下 这边 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再重新做一次 因为第一次使用自动分析 它会出现分析工具的说明 好 点选 滑鼠右键点选2016年的直条图 这个条 然后接下来点分析里面的说明增加的情形 好 你看他第一件事情告诉你什么 在利润分析里面 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叫做 输价 就是2015到2016 对了 利润的成长有看到9.97% 有看到吗 他已经算 他已经告诉你 请问一下 假设你今天在报告的时候 你会不会用滑鼠右键点2016年 然后出现那个分析 应该你不会紧张到按部出来吧 有听懂吗 可是你根本就不要算这些东西 因为他都帮你算好了 你只要知道功能在哪里 是不是就可以展示出来 那请问这边有没有看到输价 输价是排在成长 绿色是增加 红色是减少 你觉得这是不是都是老板很关心的事 有看到输价是不是排在第一顺位 输价在2015到2016年 它的利润增加最多 多多增加了38.41 桌子的下降是最多的 桌子下降多少 桌子下降这边是-247.28% 有看到吗 请问他是不是都帮我们算完了 这是从产品 纸类别产品 这是纸类别 依据各年的纸类别来去做的分析 结束了吗 没有 你看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 依照类别 什么类别成长最多 办公用品 什么减少最多 技术 可以吗 好 再来 那你会说 那为什么先锈纸类别再锈类别 为什么先锈纸类别再锈类别 因为纸类别的重要性在这个地方 他认为比类别更重要 听懂 这都是电脑自动算出来的 有听懂吗 这就是自动分析 我们等一下 尤其明天我们拿到 就是我们财政部的开放资料 我就会直接问你 我就会直接问你 这时候要做什么 就是我们画好各年的资料 然后接下来我们下来不知道要做什么 通常我都在问 你就给他自动分析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你先看看电脑跑出来 什么排在第一顺位 因为我们的栏位是不是有很多项 你觉得哪一项是最重要的 他认为对这个地方最有直接关系 他会最早秀出来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好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下课回家了 自动分析都完成了嘛 对不对 有听懂吗 还是你们压力太大了 跟你们开个小玩笑 你们都不知道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学会曝曝土 没有啊 对吧 电脑自动算出来的 你觉得你就百分之百相信他了吗 所以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教你很多其他的事情 至少行为模式你也不知道 对不对 还有像分析 分析里面至少有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 分析做预测 你学到 还有像那个 我们的趋势预测 好 都还没有学到 可以了解吗 后面还有好多好多东西是要学会的 但是我想先问你一下 你是要做得到自动分析吗 做不到 可以了解 请问一下 如果你要看2014年到2015年这边成长率是不是最高 这四年都比到这边是最高 请问自动分析是不是也做完了 如果你在以下里面 你是不是要分别独立创造 就是这边你要独立创造 这边你要独立创造 对吧 现在都只是按滑鼠右键 可以吗 这边也可以看得到 2014变到2015年 请问成长率多少 2015年成长率多少 2015年成长率 利润成长率是多少 多少 31.59绝对比9.75来得高 对吧 这个成长率是9 这个成长率是30 可以吗 这听得懂 你不懂 你接下来好多他都帮你算完了 这是以色谣望成莫及的 再来 再来我现在先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个格式好不好 这个格式的修改 这个字会不会觉得很小 2013 2014 2015 2016 所以怎么样把这个轴的字形大小变大 在这里 格式的设定在这里 这是不是视觉效果 视觉效果下面有第一个叫栏位 第二个叫做格式 第三个叫分析 其中当我们今天想要修改 修改轴的格式 修改值的格式 所以是不是要点格式 可以吗 所以放在这个地方 可以理解 为什么放在这个地方 所以点选格式 然后接下来 我们的X轴请打开 X轴打开 然后我把这个X轴文字大小 设大一点 还有字形 我把它设一下 我想要用 好 算了 因为我的解析度太低了 所以你可以把它设稍微粗一点 好 不过你有没有看到 这边字是不是就变大了 2013到2016 再来请往上把这个X轴缩小 是不是可以再设一下Y轴 Y轴打开 所以就Y轴往下的这个 往下的这个箭头 然后一样把字的大小设大一点 好 有看到这边 那我再跟各位分享一下 有些人他会习惯把这个资料标签呈现 所以这边是不是有看到资料标签 你再找一下 请把资料标签打开 那资料标签这个字也很小 所以也把它设大一点 这都是很基本的设定 很基本设定 所以你至少这样子的话 当别人在报告 有些人很喜欢报告 就是说2016成长率是9.75% 然后在这个地方 他创造出来的利润的值是0.7个百万 他很喜欢报这个数字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来观看一下 上面这边 你这张资料表 你这张资料表上面 有没有看到这几个 可是有些同学可能会是在下面 有些同学这几个图示会在下面 不管在上面在下面 反正这几个图示你都要懂 它是什么意思 好 首先请问一下 你这个资料 你这个资料是不是有一个网上的箭头 有找到吗 网上的箭头 现在是灰色 代表它在最顶最上面这个阶段 那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这叫单一 往下探索 向下探索 资料探看那个 挖东西 挖东西 我们现在在资料 我是不是看到年 可不可以向下去看记 可不可以向下去看月 这就叫向下探索 好 那这叫做连续 这叫做多向下探索 可以吗 向下 这个叫做连续向下探索 好 我为了上课方便 我只能先教你们最容易懂的 这个 这个叫做多向下探索 两个往下 箭头叫多向下探索 可以吗 两个往下 箭头 那两个往下 箭头中间是有一条线连在一起 这就叫连续 向下探索 可以吗 因为你讲连续 两个向下探索 不对啊 它会包含三个的向下探索 连续的 四个的向下探索 五个的向下探索 所以干脆我们这直接叫连续 然后也不讲几个 可以了解 好 至少我们现在先讲 多向下探索 什么叫多向下探索呢 当我点选它的时候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我们从年开始改成 看季 这个季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季代表的是 2013年的季度一 加2014年季度一 加2015年季度一 加2016年季度一 请问 这个季度 这个季度一 跟季度二 季度三 季度四 的一个比较分析 可不可以变成是一个 叫做淡季 旺季分析 可以吗 可以吧 淡旺季分析 一键搞定 你是要做得到吗 做不到 可是你应该会做 这是我们今天的回家作业 如果你 如果你回去 你算认为 看你大概多少时间 可以做出这件事 如果说 它没办法在 一分钟内完成 那我建议你 是不是有机会 用Power BI 去做一遍 你曾经做过的这件事 你绝对 除非你都不做分析 这个连续型资料 必须要做是淡季 旺季分析 可以吗 好 请问一下 这张报表 请你报的时候 你会怎么报 你可能会报告成 请问 淡季 有几季 旺季 有几季 旺季 有几季 你会怎么报告 先不管了 可是请问一下 旺季有几季 旺季 有一季 还是两季 还是三季 我们在学互动 这种大数据分析的技术 我们希望是报表跟报表 与此间是互动的 你们都不理我 请问一下 旺季有几季 三季 旦季有一季 可以吗 是这样子报告的 所以建议 所以建议最好是做一件事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分析 这边有一个分析 请加平均线 分析 分析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平均线 加入 你就做完了 我的意思是说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是旺季 只有第一季 是旦季 可以吗 就是当你今天在报告的时候 你不能随便归类 你至少有这条线 至少有这条线 你可以方便 你去说 你去说这件事情 所以在报告里面 我们就可以告诉大家说 其实在这个旦旺季分析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来说 我们公司 那个超市 超市的家公司 它的一个就是旺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都是旺季 然后呢 第一季 是旦季 所以请问你 这家公司 有没有旺季 以经济行为来说 那是不是 旦季完毕之后 是旺季 旺季完毕之后 是旦季 对吧 对 可以吗 所以这家公司的旺季 是多少 这家公司的旺季 是多少 四季 也就是十二五月 这些数字 等一下我们都要用到 在做预测的时候 这些都很重要 有听懂吗 有哦 这边听得懂听不懂 这边其实都不是你算出来 这都是他直接告诉我们 这些数字背后的意义 请问可不可以再点一下 多向下探索 可以 可以 好 这家公司 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非常非常奇怪 非常特殊的现象 好 请问是哪一个月 在淡旺月分析里面 哪一个月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不是二月 七月 为什么 为什么是七月 旺季里面居然有一个非常非常低的淡季 淡月 可以吗 难道七月份跟超市的经济活动有什么影响吗 所以这个时候他是要请大数据分析专家 然后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价值 这个问题的价值 就是从122个千 要直接成长超过多少 超过这个180个千 乘以4 因为4年 有听得懂 他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 是不是要把这个 七月份的获利要增加 要超过这条线 你们说 对不对 所以 所以 透过数据分析 可以解决 而且还可以量化 就是 他的一个 例如说付费的机制 我把他成长上去 例如说 对半分 你觉得这家公司 会不会愿意做这件事 当然会愿意啊 因为这就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好 请问 有没有问题 七月 七月 在座有没有姓杨的同学 在座有没有姓杨的同学 好 请问你 七月这边你要做什么事情 做进一步的分析 七月 七月这边 我最尊敬姓杨的同学 为什么 我最尊敬姓杨的人 因为我指导叫做他姓杨 请问七月这边你要做什么事情 七月这边你要用滑鼠右键 然后点他 然后来去看说明 减少的说明 对不对 有听懂吗 这件事情重不重要 太重要了 对于老板来说 他关心的就是 或者是假设今天找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你觉得 你会不会想要知道 滑鼠右键分析说明减少的情形 他出现第一个是什么 这地区 地区 哇 华北地区减少特别多 你觉得给你了这一个 H-I-N-T 命迹 给你这一个 资讯 对你有没有帮助 如果你是老板 你要解决这问题 老板这时候会叫 华北的经理过劳 做一份报告 听得懂吗 这不重要这件事情 重要吧 他如果叫 华中地区的经理来报告 说明说 你们这一区为什么减少是不是就错误了 他先把最大问题 往北地区先搞定 你觉得这件事是不是非常重要 而且你根本就不用做什么自动分析 不用在那边算很多东西 他是不是就已经算给你了 很棒吧 这就是自动分析的重要性 好继续 请问一下 这个多向下探索 结束之后 我们是不是向上探索 向上切入 他不是探索 向上 等于说是 整合回来 所以点选向上 点选向上 可以吗 是不是又恢复回来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有一键搞定 那如果像刚刚这个 向下探索 如果你想要知道 这个资料报表的数字 好 那你就只要点这个 点点点 这边是不是有汇出资料 就数字就直接帮你汇出 例如说 单望月分析里面 一月情形数值是多少 二月情形是多少 他全部都提供给你了 好 所以 请各位真的善用一下 这个大数据分析的工具 他都帮你做完了 那我们接下来来去看一下 这一个 这一个叫单一 单向下探索 这叫多向下探索 这叫单一向下探索 所以我们来去看这一个按钮 在做什么事 点它 它会变成一个什么 输出的 它会变成一个黑底 向下的键头 这个按钮可以做什么事情 当我点了一下2016 它就告诉我2016年 2016年 它只有这一年 各季的表现 一样还是维持什么 维持 我们公司还是维持 三个季的表现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至少从刚刚那张图 念到这张图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第四季有掉下来 对吧 第四季是不是掉下来了 刚刚那张图 第四季高于第三季 现在这张图 2016年的第四季 是不是掉下来了 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你觉得老板 会不会关心赚多少钱 会 他会不会关心 损失了多少利润 会 这都是他关心的 是不是都应该要去做这些分析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去看一下 什么分析 就是刚刚我说的自动分析 好 接下来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到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一样维持了 2016年是第一季 比较不好 二三四季 尤其是第三季 是表现比较好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 再来去看一下 这一季 第四季 所以又再点一下 就只会出现 2016年的 10月 11月 12月 所以我们这样子 是不是在说明说 2016年的11月 2016年的11月 是不是销售量应该是下滑的 你要去分析出11月 到底是什么类的产品利润下降 或者是什么客户的流失所造成的影响 对吧 这才是解决问题 发现问题容易 怎么解决问题 是不是要靠自动分析 好了 我现在就 我现在就 就是再点一下它 取消 单向下探索 所以向上 向上 是不是就整合回来了 不要变成最原始的状况 接下来我们要去做的是 这个叫做连续 因为它有画 它有画一条横线连续向下探索 所以当我点下去连续向下探索 它就是 这边有看到吗 1234 有看到 1234 就是2013年的第一季到第四季 接下来就是2014年第一季到第四季 2015年第一季到第四季 2016年第一季到第四季 这就叫连续向下探索 连续向下探索 我们要去看周期 请问 这家公司的周期性 是不是一年 是 可以吗 周期 周期是一年 你不提供给它周期是一年 到时候它的预测会不准 如果你提供错误的周期 那根本就是错的资讯给它们 它当然分析不会正确 好 看得出来这家公司的周期性是一年 这是很重要的件事 你看 1234月 1231到12月 然后后来是不是隔年 1月是不是又掉到最底下 然后接下来一直冲 晚上冲 冲到12月 然后接下来1月是不是又掉到最底下 这很像什么 我们台湾有一个登革日 对吗 1月是不是就开始掉到 几乎就没有了 因为温度就没有那么高了 然后到了隔年的8月份开始 好 是不是又开始一直不但有上升 可以理解吗 所以周期性 所以台湾登革日 也是一年 周期性很重要 看得出来 这个周期性